Hello,大家好,今天坐着公交车,然后去逛了整整一天,然后现在逛到下午,天快黑了,现在才回来哦,今天的话在曼谷,然后坐公交车逛了整整一天,明天的话就打算离开曼谷了,在曼谷这边我感觉消费有点高,消费有点高,所以我准备明天的话就离开曼谷了,明天早上我起来以后, 准备坐大巴车到巴蒂亚去,然后在巴蒂亚带一个营锡吧,然后再送巴蒂亚去普吉岛,或者是直接回曼谷,到时候就去越南,或者是去别的地方,现在目前就是这样打算的,去巴蒂亚的话最主要是想去海边看看的啊,来泰国,必须得去海边去看一下, 如果不去海边的话,我就感觉是本来泰国一趟,所以到泰国来的话,必须得到海边去看一下大海 其实我很多年以前我都想来泰国一趟,以前在工厂打工的时候,那时候就特别想想来泰国,特别是新马泰嘛,新加坊马来西亚泰国,这是华人比较多的地方,我那时候都特别的想来,特别的向往,所以这次的话,也是一次元末,到泰国这边来转转, 本来我想去马来西亚也去赚一下呢,我看马来西亚的机票也不是很贵,我想到马来西亚去逛上一个星期呢 但是大家,但是大家都在直播间说,说马来西亚消费很高,消费很贵 说比泰国这边消费还高,我现在都不知道还要不要去马来西亚 其实我这次来泰国这边,我感觉早老婆的话,基本上没什么希望 我自己其实来之前,我也预感到来这边的话,早老婆的话是很近没什么希望的,找不到 最主要是我想来这边看一下,一直都是有这个梦想 特别向往这里,所以想过来看一下 从家里出发的时候,很多人都跟我说,让我不要来泰国 说来泰国,消费高,咋老婆不可能,咋老婆要去穷的地方 其实我也知道,像泰国这个经济的话比较好一点 经济发达一点的话,是难找的 来这里的话,我也没抱什么希望 说实话,没有抱太大的希望 我在这里最主要是想过来看一下 想过来这边,然后旅游一下 然后明天的话,我就从这边坐车去巴基亚了 不知道巴基亚那边消费高不高 有的人说巴基亚比曼谷消费低 有的人又说巴基亚比曼谷消费高 我也不知道巴基亚那边的话消费到底高不高 然后明天去看一下的话就知道了 明天早上起来以后我就把这个情侣退掉 退掉以后,然后从这边然后坐车去车站 从车站然后坐大巴车到巴基亚 好像是100多公里 车费他们说好像是100多泰铢 也就是人民币的话20多块钱 可能不到30块人民币吧 车费的话还是挺便宜的 所以我就准备 明天去巴基亚了 就直接开曼谷了 在曼谷的话待到差不多快10天了 巴基亚打算再带一个星期啊 不知道巴基亚那边好不好玩 其实巴基亚的话我最主要是想去海边看一下 看一下沙滩看一下这个大海 就是这样的 所以巴基亚那边的话我 肯定是要去好好的看一看 然后去了巴基亚以后 很多人说让我去那个什么北基岛 那个那个那个岛的话 我就不知道要不要去看了 在巴基亚看一下大海 就可以了 接下来其实我最想的 接下来其实我最想去的就是马来西亚 想到马来西亚去看一下 但是现在去不去马来西亚 还没有做最后绝境 有可能去马来西亚 也有可能不去 新加坡的话 我估计可能不去了吧 因为因为新加坡消费时代太高了 我估计可能不去 其实我这次的话 我的梦想是新马泰 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 这三个地方都转一圈 然后再再回去 或者是去越南找对象 但是现在新加坡消费太高的话 我一可能新加坡不去 但是马来西亚的话 我现在去不去还不好做呢 还没有做最后绝境 先去巴西亚到处再说 今天在曼谷这边随便上了一个公交车 然后坐着公交车 然后在泰国曼谷带大家溜达 因为前期太热了 走路实在是热的受不了 实在没法走路 所以我就上了一个8块钱退出的这个公交车 差不多也就是人民币1块6不到2块钱 现在我上了这个公交车 然后坐着这个公交车 绕着曼谷城逛一圈 然后顺便给大家再拍拍曼谷的这个发展 看一下曼谷城市的这个建设 还有曼谷的这个风景 你看现在曼谷的天气还是很热的 今天我也不知道多少度 反正最起码30多度 你看我在外面走了一下 就等了一下公交车 这一会儿满足大汗 头上全部都是汗 衣服都湿透了 现在我在这个没有公交的车上 这个曼谷的没有公交的这个公交车 一般情况下都是8泰铢 最多10泰铢 反正一般情况下都是1块多 不到2块钱 如果公交车的话 可能稍微会贵一点 现在我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我随便上了这个公交车 第一次体验曼谷的这种公交车 它曼谷的这个公交车 是有人售票的 没有像咱们国内那种无人售票 它现在还没有这个无人售票的这个系统 所以它每一个公交车都是有人售票 一个售票人一个司机 跟咱们国内之前最早的时候一样 每个车两个工作人员 最主要是曼谷这边 它还没有升级这个无人售票系统 所以它没有那种无人售票 它这座公交车的话 基本上都是没有窗户 也没有公交 然后这个的话比较便宜 大家看一下 这个公交车的话就是有点旧 有点破 但是从起来说情况还是可以的 还是可以常坐的 就是这个车的话 有点老 环境没有那么好 现在曼谷的话天气三十的都有点热 这个车的话就是没有窗户 有这个风 有这个海风 吹着的话还是挺舒服的 还是挺凉快的 因为曼谷这边的话靠近大海 所以它这边天气热 但是海风也大 海风吹着也舒服 给大家看一下外面的这个风景 大家看看 曼谷的这个街道就不算了 下来了一村下来了一村学生 曼谷这边的话是左头车 所有的车都是靠左边行 我们是靠右边 他们是靠左边 然后行人的话也是靠左行 道路的话总想来说看着还可以啊 道路看着还行 路修的还还可以 这条路的话是一条大马路 曼谷的车也是挺多的 只不过大部分车我看一下 都是日本车 日本车在这里非常多 大家看一下 今天带大家体验这个 曼谷的公交车 然后再带大家看一下 曼谷的这边发这样 他这个晃的还是有点厉害 这个混淆车坐着也很晃 你看他这个交通的话 我感觉还是有点混乱啊 交通也稍微有点混乱 这个车坐着的话 还是有点抖 有点晃得厉害 因为这个车比较老 所以这个车 嗯 颠得特别厉害 虽然说路很平 但是车 嗯 坐着晃得厉害的很 像坐着那个山沙路一样 体肤的体肤不定 大家看一下这个风景啊 这边的话应该算一条大马路 算泰国这边 比较好的一条马路 就是 建设比较 好一点 一条路 也算比较宽的一条马路 很多地方的马路 很窄 它这个应该算一个什么大道 反正泰国这边的话 规划 嗯 有点不好 所以房子 跟房子之间的这个距离也比较窄 嗯 所以市区很多路 特别窄 特别窄 这条路还有一些绿化 我在其他的路上 几乎都没看到有绿化 嗯 这条路中间还有一点绿化带 在泰国这边 我感觉城市的这个 绿化 没有咱们国内的绿化好 而我就只有这大的 很大的马路 中间有一点绿化带 其他地方的马路 小一点的马路都没有绿化带 你看曼谷这么大城市呢 这么大城市呢 我感觉 树的话不是很多 曼谷这边树 树感觉很少 我就在 我就在这边的话 看到的一些树 其他地方都没有树 现在天气的话 三十多度 还是挺热的 曼谷这边的话 街道上噪音也很大 噪音 噪音特别大 它这个公交车的话 噪音也很大 就这个公交车就像 以前咱们在中国的拖拉机一样的 像拖拉机一样的 声音很很大 很草 而且街道上摩托车的声音也很大 反正我去过好多地方 我就感觉 泰国漫湖这边 肩上的这个噪音是巨大的 每天的话就是 好得不得了 好的 耳朵 耳朵受不了 他曼谷这边 这房子基本上都有中国字 我感觉大部分房子房子前面的话都有这个中文啊 他老房子上面都有汉字 因为以前曼谷这边华人特别多 所以市中心这里 是比较老一点的房子 比较古老的房子上面 都有中文 我在曼谷待着这么长时间 我感觉曼谷这边房子上的中文 比越南那边要多 比河内还要多 现在东南亚华人最多的地方 应该就是新加坡 马来西亚 跟泰国 应该算是华人最多的地方 大家看一下 我坐在这个公交车上都没办法拍视频 因为他太陡了 他晃得厉害 车晃的是受不了 拍视频 陡得没法看 我都尽量把手机都是拿稳 但是他还是很陡 他这边有这个交通状况 大家看一下怎么样 交通状况 这是一条山子来说 比较小的马路 你看 这到处都是中国字 这个街上的门 门上 两多中国字 到处都是 现在我坐到哪里我也弄不清楚了 我随便上那个公交车 随便坐的 现在坐在哪 坐在什么地方呢 我要弄出厂手 哎呀太晃了 晃得实在没法拍时间 这块的话 应该算曼谷 相对来说比较繁华的地方了 这块的话 相对来说比较好一点 建设比较好一点 这块的话算是中心了 对面看到一个霸王茶记 嗯 密血病城 国内的很多奶茶 现在都开到这个都南亚了 在这个越南 老挝 泰国 马来西亚 到处现在都是密血病城 还有这个霸王茶记 就是 各个这个奶茶品牌 现在都南亚 每个城市 都能看到很多国内的 这种奶茶品牌 现在跑到这个什么商场了 跑到这会儿来了 这个车还慢 还慢走走停停 这中午 走车还走得厉害 这个曼谷 这个道路的话 还是说实话 有点拥挤 有点拥挤 它的公交车在这里停了好久 曼谷的交通交通 曼谷的这个交通的话 说实话还是有点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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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